关注何医生健康不化科 大家我是终于主治医师何医生 长寿一直以来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事情 那么今天何医生再次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我们通过我们的腿脚 就能够判断我们是否健康是否长寿 那如果是腿脚冰凉了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要考虑到 其实我们是否有胜阳虚了 如果是有 那么我们的整个五脏六腑的这个阳气都会虚衰 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就会受到危害 我们的寿命也要受到危害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腿脚冰凉 跟我们这个人体的健康和长寿有很大关系呢 因为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叫做阳虚收外寒 阳气不足以后呢 手脚就冰凉了 整个人就泡了 面色就很白了 比如说冬天的时候 大家穿两件衣服 他要穿四五件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 他进一空调房 他一点点凉了 他都觉得很冷 这个就是阳气不足的表现 那如果还伴随少气揽淫 动则气喘 腰气酸软 小便清肠 那这种就典型的肾阳虚的表现了 那么这个肾阳虚 达到肾阳虚了 我们说肾里面的这个阳呢 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属于原阳 如果肾里面的原阳都虚了 那么其他丈夫的阳都会虚 包括新阳啊 皮阳啊 都会虚 或者说其他五脏六腑 出现问题了 久了以后 或者没治好 病成久了以后 他会干嘛 伤到我们的圣阳 叫做久病即胜 所以呢这个圣阳虚 圣里面的炎阳都虚了 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时候呢 人体的这个健康五脏六腑 人体的寿命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另外一句 这个阳气为什么重要 何医生跟大家讲一句话 这一句话非常的经典 是皇帝内经里面的一句话 叫做阳气者若天与日 失其所则折寿和不张 什么意思 这个阳气啊 它就像太阳一样 这个阳气阳光一样 如果我们失去这个太阳 失去这个阳光 那么我们人体 地球上的生物都会折寿 寿命会受到影响 而且不会出现这种 欣欣向荣啊 非常繁荣的这种情况 所以呢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腿脚 来去判断 看是不是有冰凉 然后看一看全身 是不是有伴随着 肾阳虚的表现 那么如果有 那么大家通过几个方面 可以去改善我们的体质 提前去预防 第一个呢就是 收口方式 比如说要注意保暖 特别是我们小肚子 腰下肢要注意保暖 吹空调不要吹太冷 不要喝冷饮 这几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泡脚的方式 可以用一点生姜啊花椒啊 爱叶啊这些方式来去泡脚 当然泡脚的温度不能太热 不要出现这种大汗淋淋 这个大汗淋淋之后呢 阳气会更虚 所以呢 微微有汗就可以了 这是泡脚 第三个方面可以选择这种忠诚药 那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贵妇帝王丸 就是比较典型的 补圣阳的一个忠诚药 或者呢选择去找当地的中医 看一看 根据你的具体的症状 看看舌头把把脉 通过面诊 那么这种就是最好的 来去判断 是不是有这种圣阳区 如果是 那么通过这种中药的 这种调理 通过这个中药的质量 那么是最好的方法 可以先跟大家讲一讲 昨天遇到了三个病人 那昨天晚上呢 去会诊 有九个病人 遍布在我们医院的 不同的科室 那么其中有三个病人 都是腿脚冰凉 那么他们腿脚冰凉 还伴随什么症状呢 他们是什么类型的情况呢 为什么说这个腿脚冰凉 会影响到健康跟长寿呢 何一生跟大家讲讲 第一个病人 那么就是心脏科的 那心内科的这一个患者呢 他呢 除了这个腿脚 手脚冰凉 腿脚冰凉以外 他还伴随什么症状 整个人 很虚弱 很疲倦乏力 而且整个人看起来 有点恐怖 为什么呢 因为脸色是苍白的 嘴唇又是黑色的 身上有很多淤斑 然后呢 问一下他的一些 一些其他伴随症状 又还出现这种卡血 为什么他会出现这种卡血 出现这种嘴唇发黑 脸色发白 身上有很多淤斑 整个人手脚又冰凉呢 其实就是肾阳虚了 肾阳虚 这种阳气不足 之后呢 就会阳虚声外喊 就会手脚冰冷 气虚以后呢 不能推动这个血的运行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淤血 出现这种淤斑 嘴唇发黑 都是淤血的表现 那么气的功能 那么气的功能 除了这个推动血的运行以外呢 它还有收射这个血的功能 让血不跑到血管外面去 不会往外走 这个就叫收射的功能 那如果是气虚了 阳气虚了 那么这个血呢 就往外流出现这种卡血 所以呢 这一个患者呢 是一个心衰的患者 他除了这个是腿脚的冰凉 其他的症状 都是比较危重的 他的健康跟寿命 都受到了一定的威胁 那么第二个患者呢 就是一个肝胆外科的 那么肝胆外科的 这一个是做了一个胆食症 跟急性胆囊炎 做完手术的 那么做完手术之后 整个人变得很虚弱 躺在床上 非常非常的疲倦 叫一下他 都想回应又不想回应 问一下几个问题 想回答又不想回答 特别的累 叫他伸舌头 也是非常的缓慢 还在整个人 非常的苍白 缓白 这个面是非常的苍白 还在输着血 那么他就是因为 术后 手术以后呢 伤到人体的这种 正气 特别是这种肾里面的阳气 都伤到了 特别是大量的书液 大量的抗症素 输进人体 阳气更加损伤 那么这个患者呢 他其实呢 也是腿脚冰凉 也出现了这种阳气虚的表现 整个人的这种健康 跟寿命 其实呢 都受到了一定的伤害 那么第三个病人 就是呼吸科的 长期吸烟的 慢肢肺气肿 气喘的 整个人非常非常的瘦 瘦到什么程度呢 基本上就是骨瘦 无柴 像竹竿一样 然后呢 甚至这种三凹针都出来了 也就是锁骨凹进去 肋骨也凹进去 这就非常的典型 这种三凹症 就是这种慢肢肺的 这种情况 那么他的手脚也是冰凉的 整个人怕冷 所以呢 从这三个病人 一个是心衰的 出现手脚冰凉 一个呢 就是这个手术以后的 出现这个手脚冰凉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呼吸系统疾病的 导致这个 伴随着这种手脚冰凉 为什么这几个 这么危重的病人 健康和寿命都受到 威胁的这三个病人 他的手脚都是偏凉的呢 为什么呢 肾里面的这个原氧 这个氧气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腿脚来去判断 看是不是有冰凉 然后看一看全身 是不是有伴随着肾阳虚的表现 那么如果有 那么大家通过几个方面 可以去改善我们的体质 提前去预防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关注回声 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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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